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旺盡宇 今天是2023年2月26日 禮拜日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緊貼各大最新消息 澳門今早宣布將會脫口罩 何時開始脫口罩和場情如何 反觀香港本來有傳2月底脫口罩 即是不再執行口罩令 最新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令賓箱拘捕西貢發生快艇撞漁船事故 拘捕有人受傷和死亡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令賓箱亦講講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澳門明天開始取消室外口罩令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進入醫療機構仍然要戴口罩 報道的內文到了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指出 在一般情況下 所有在室外地方逗留的人士不用再要求戴口罩 不過若果進入醫療機構 長者和康復院舍的人士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司機和乘客都需要繼續戴口罩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澳門宣布明天開始戶外 即不計商場不計室內的位置 戶外全部已經可以不用戴口罩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一步 反觀香港口罩令仍然未解除 昨天局長盧寵茂提到 脫口罩擔心增加吸煙者的人數 現在要控煙 即是脫口罩後吃煙方便一點 是否真的呢 可能是真的 但不代表這樣干擾或左右香港脫罩的時間 加上若然解除口罩令的話 就讓大家選擇 你喜歡戴口罩就繼續戴上去 可能戴完後身體好一點 沒那麼容易病都真確的 另外有一些朋友可能戴慣了口罩都說不定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澳門宣布明天開始解除戶外的口罩令 不過 搭公共交通工具都要繼續戴口罩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在香港應不應該這樣做 如果撤銷戶外口罩令 搭公共交通工具的話 大家就繼續戴口罩 接下來就做一段時間 最終希望達至 搭公共交通工具室內也好 都可以脫口罩 不過都是那句 讓大家自己選擇 繼續戴口罩又可以 不用戴又可以 所以這個做法 澳門又先走過香港 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劉國賢聊聊天 另外亦講講這件事故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一部西貢快艇和漁船相撞 一死一傷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西貢發生奪命撞船意外 今早2月26日9時56分 大網仔路近斬捉彎 約摩20米海面 一艘快艇和漁船相撞 一名男子當場證實死亡 另一男子昏迷 由直昇機送往東區醫院急救 意外經過的原因有待調查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相關事故是有人死亡 願死者安息 而事件的情況仍然有待調查 因為兩船相撞 在以往都比較少見 怎樣說也好 希望死者安息 另外亦講講國際大刀會的進展 今次發生在上水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上水男子遭到三名刀手 納開散刀狂劈 手腳肉血 受上宋怨 報道的內文是這樣的 上水發生斬刃案 在昨晚9點多 警方節目報案子 一名39歲的男子 逃經採源路9號深港中心對開時 打現被三名男子包圍 其中兩人各手持一把長藥 一尺的開山刀襲擊 事主手腳流血格負傷 跑來現場自行報警 救護員到場將他送往北拒醫院治理 警方到場調查 發現涉案的三名男子犯案過後 搭了一架的士往大步方向逃去 警方將案件列作傷人 警方指事主早前是 同其中一名年約30至40歲姓莊的男子 因為生意問題爭執 到今日姓莊男子大同 兩名年約30至40歲 都是身高若膜1.7米高 壯身材的人 在案發的時間 伏擊這個事主 以上來自星道日報的報道 因爲生意糾紛 於是那人帶著兩名壯漢 三人伏擊這個事主 用意話不說拿刀劈 結果事主手腳肉血 自己逃離現場再報警 基本上大都會的情況 天天持續 各位網友多加小心 以免殃及慈餘 另外也說說這宗怪物 根據HK01的報道 的士司機接單 遇見奇怪的要求 難道乘車也要看風水 網友就說這一定是賭神 報道的來文是這樣的 在call的士時間 乘客需要提前輸入上車的地點和目的地 被順路的司機自行接單 司機會再以電話聯絡乘客確認場請 在方便乘客也讓到司機可以更加妥善安排行車路線 也會有不少人提前在call的app市裏 備著重要事項 例如有多少人搭車 有沒有寵物 有沒有輪椅等等 也有沒有指定要走哪條隧道 以篩選符合條件的司機 減少搭車時間的爭拗和誤會 最近在Facebook群組馬路的士討論區 有一位的士大哥 分享自己日前在的士call的app市的趣事 根據照片當中的手機時鐘 顯示示法是當日凌晨3時20分 一位乘客在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岸人公島預約的士 目的地是竹原王大仙下川隆溪樓 行駛距離約34.5公里 而在秘託欄上留了一句非常奇怪 就是五人車車牌號碼不要零字 不要四字 八五折這樣的要求 令到法鐵文者直呼說 現在的人搭的士也特別多要求 鐵文印尼網民熱烈討論 笑指那位乘客call的士要求十分困難 就說五座車已經沒有多少 還要選車牌都可以說是等到變化石 也有人說等到天亮都未必會有車 另外有網友猜測那位乘客要求的士車牌號碼 不能有零字和四字的原因 質疑是和風水命理有關 也有眼尼的網友發現call車地點是港珠澳大橋 香港口昂人共睹 笑指對方可能是迷信的賭徒 遇到零字和四字就可能輸大錢 另外有司機留言 表示曾經遇到同一張單 有同樣的要求 就說這個人很多年前已經在call車 黃大仙去九龍灣 就是不要車牌有零字和四字 我打去問他為何 他就說是個人的興趣 真是脆脹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據聞這個call車客約是四十多歲的姐姐 那為何車牌不要零字和四字並無解釋 不過大家猜猜不知道是否和風水賭錢有關 另外也說說這則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內地女子挑戰在香港說七天的普通話 港人反應是超意外的 報道的內文提到 那位內地女子在小紅書以香港說了七天普通話為題發帖文 只在香港玩了一個星期 期間一直都說普通話 而碰見的港人都比較友好 沒有什麼歧視 反應也令到她超意外 就說她們即是香港人 努力說普通話的樣子真的很可愛 事主又形容在香港的體驗都不錯 但建議在香港如果坐地鐵或公共交通工具 就不要特意坐的士 鐵文印尼內地網民熱烈討論 認為大部份的香港人的確有善 就說我也是昨天剛回到家 覺得很客氣 也有人說我是廣東人 帶著湖南的同學 去改為說普通話 一樣非常友好 還幫我們內心教路 即是我們問路的時間 有香港人就會很樂意教路 亦有內地網民認為 如果你很禮貌地對別人 別人也會很禮貌地對回你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相對公道的 即是你對人有禮貌 別人自然對你有禮貌 香港人已經出名了 路上若遇到有人需要幫忙 通常二話不說都會幫忙 相關的內地女子回到內地後 就在小紅書寫經歷 香港人一向都是這麼好 你對人有禮貌 別人自然對你有禮貌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機 最新消息指澳門明天開始就戶外脫口罩 不知何時到香港 若然香港真的取消這個口罩令 亦意味著一系列抗疫防疫措施 終於迎賞完結 到時不知道各位網友還會否繼續戴口罩 不妨留個言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